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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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呢 要來介紹我們的 三戀獅狂牌族 哇 自從這個末梁 出現在我們傳送門之後 可以獲得第三隻戀獅狂啦 我馬上擺了三張喔 果然 非常之猛 打天梯 非常容易獲勝喔 那這套也 呃 蠻強勢的 那放了三張這個 檢索的卡片 讓你快速拿到獵獅狂 那我們這套牌族呢 偷偷塞了一張熔岩魔神喔 那熔岩魔神呢 我覺得 呃 有說有奇效啦 好的 那麼 為什麼阿慶 這麼久沒有拍影片啦 因為前陣子阿慶 感冒囉 然後 呃 狂拉肚子 大概三天三夜啊 非常痛苦所以 根本沒有時間 可以做影片 也沒有心情做 那 跟 各位說聲抱歉啦 那 周回影片就不發囉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有 發要怎麼刷新的周回 那大家可以去看其他 Youtuber的影片 好的 那麼就來看看我們這套牌 的實力吧 那剛剛阿慶 錄製了四場 給大家看一下 好的 那第一場 遇到我們城之內科也喔 看一下 這 這一場 到底 有多猛吧 好了 城之內 好 這邊我們先攻喔 好 對方一個技能 戰士的草原阿 我們這個起手非常不錯 馬上就練屍狂了 好的 那我們這邊覆蓋了一張這個 八鬼犬 魔犬八鬼犬 好 對方也蓋了一張牌 召喚了一張 六五獸 好 那我們這邊馬上 檢索了另外一隻練屍狂喔 這邊 大概要開啟我們技能和惡魔送行喔 那張追墓就非常之快 再 一張怪獸 進墓地 我們就可以召喚練屍狂了 好的 用死者轉身把我們的狗 丟進去再拉出來 直接 特招練屍狂 出來吧 練屍狂 那我覺得這個練屍狂的動畫真的做得 太酷啦 記得當初第一次看到就覺得這個動畫我 超喜歡的喔 超的直接 打爆對方的怪獸 哇 拿奏牌的壓制力 非常強 喔 這邊馬上一個強化蘇生喔 又復活他的怪獸 但是他的怪獸打點不高 無法破壞我們的練屍狂 好的 喔 這邊召喚一個六五獸 炸我們的怪獸 沒有關係 練屍狂的測出能力 非常的暴力 直接把對方的怪獸 聚為己有 哇 你的怪 就是我的怪 再來一個惡魔送行 好 召喚我們的所謂騎士 好 直接 用他的怪獸打他 哇 一個紛亂之地 阿信最討厭的 好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慢慢打 好 對方召喚了一張怪獸 哇 好 那我們就直接讓他打死吧 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 又堆了三張怪獸 馬上再召喚 第二隻 練屍狂 太神啦 那我們這邊呢 呃 一樣 一樣在這個戰鬥步驟的時候 才發動了控制器喔 躲掉他的栗子球 那時候 他的手上的栗子球 所以我們就 成功的 直接打了過去喔 好 欸 這樣就打贏層之內了 哈哈哈哈 非常完美喔 那我們看看 第二場 那第二場 遇到的是我們性子喔 那這場的性子 好像 有點忘記是玩什麼牌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場的性子是 玩什麼吧 好 這邊 是後宮嗎 蓋了一張牌 那這一場性子好像是劍鬥獸 我們一樣 蓋了一張魔犬 八鬼犬 然後減鎖我們的練屍狂 好 這邊召喚了一張 這個劍鬥獸 好 結果他只打了一下喔 馬上跳出來 好 召了這一張 那我們這邊 手衛 騎士 叫出來 直接攻擊喔 那對方 開了一個無敵化 我們就馬上呢 開控制器 把自己的毛犬 八鬼犬 犧牲 好 抓過來之後 好 轉移目標 打另外一張 這個劍鬥獸 那因為這一隻 劍鬥獸 是效果 特招的 所以可以撞兩下 撞兩下 撞兩下之後 對方就 直接投降了喔 那我記得 這邊 他要自殺了喔 那我就不想讓他自殺 想說 欸 再叫練師狂出來 結果對方就投降了 沒辦法看到動畫有點可惜喔 好的 那麼第三場 遇到的是 我們的五層遊戲喔 那其實跟大家說 一個小秘密 阿慶在 露姿的過程中 有遇到一個 心眼的祭壇扣血流 發現是真的打不贏啦 因為真的 太上心病狂了 所以 那一場我就果斷放棄了 好的 喔 這邊是到底 看錯了 這邊是祝魂嘛 所以我就看錯了 喔 這邊一個死亡滴靈墨 直接蓋了一張怪獸 蓋著的怪獸呢 大家說 是什麼怪獸 他開了這個果實喔 喔 阿慶 最討厭的果實 好的 那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抽到下怪喔 那就先追目 想要召喚出戀師狂 先把栗子球丟掉 好 那我們這邊蓋著兩張是 暗次元解放跟控制器喔 好的 那等手他的怪獸 慢慢的 慢慢的 可以適合短身再把栗子球拿回來喔 然後 趕快這個 拖時間 那這邊為什麼要把栗子球 蓋起來呢 因為想要觸發我們的技能惡魔送行 只要有怪獸被戰鬥破壞 就可以 繼續墜 好 那我們這邊追目 那一樣蓋了一張 這個卡牌所位喔 好 那這邊惡魔送行之後堆了四隻怪獸 那把三隻除外之後 召喚出我們的 出來吧 煉獅狂 哇 這個安安靜靜的音樂 搭配出這個詭異的 動作 非常可怕的煉獅狂出來啦 好了 這個 暗刺員的解放 叫出我們的傳送惡魔 好 直接控制器抓過來 打一波 倒 太粉啦 哈哈 好的那 接下來給大家看最後一場 一樣是盜賊機師喔 那最後一場打得也還蠻精彩的喔 遇到的是這個超能組的卡牌 超能組 欸 在之前呢 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現在好像稍微有點 後繼無力喔 呵呵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變強啦 因為之後會改版 欸會改一些規則 好的 這邊召喚了一張 力量覆射者 好 打不過來我們開這個力氣球 轉手 好的 那這邊 一樣我們被控制器轉手 打不過去喔 沒有關係 好 他這邊 直接打了我們 那這裡原本阿慶想要召喚這個 所以阿慶本來想要召喚熔岩魔神 可是沒有 那開啟了技能惡魔送行之後 出來吧 練屍狂 哇 這套牌組幾乎 每一場都可以叫出練屍狂 因為 這個技能惡魔送行對目 非常之快阿 所以 馬上就可以叫出練屍狂 而且 這套牌組放了三張練屍狂 你不想叫也難阿 一定可以叫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非常喜歡練屍狂的話 強烈推薦 玩這一套 三練屍狂牌組 好的一個醉骨式念頭 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 可以把他怪獸 這個搶斷 但是 對方剛剛開了一個 盜賊技能 把我們的後台給抓去阿 但是沒有關係喔 我們的後台是暗次元解放 對方沒有這個 除外的惡魔族怪獸 所以也沒辦法打開 那我們這邊剛好手上有栗子球 直接把他的怪獸給轉手了 他不會被打死 好的 那我們這邊選了這一張 因為 這一隻的怪獸 是如果場上沒有超能 會自爆 所以我們就 抓了這一張 第幾個獵獵女巫喔 好的 那麼這邊直接 用傳送我們 給他的最後一集 太爽啦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牌組介紹 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牌組介紹 就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每天晚上 六點 都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慶粉們 我們 下次見 掰掰 掰掰